每个国际发行中都有 半语漫游 我是半语飞 在环宇新闻台跟大家一起 看世界多新闻 半语飞的环宇漫游 欢迎收看半语的环宇漫游 今天我们来谈谈非法的止痛药 芬太尼在美国被严重滥用 川贵人说都是中国不好 我也觉得我吃这么胖都是台湾不好 干嘛把菜弄好吃啊 台北市大撒必推U-bike 2.0版 但是新旧版本不相容 柯市长这样对吗 台铁也建置一套人脸辨识系统 扫描旅客脸部特征 抓到了 这个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呢 接下来是棋斐大放松 大家好我是范棋斐 中美贸易谈判到底是达成的初步协议了没 一下说有 一下又说没有 全球股市就跟着上上下下 我的心情也跟着上上下下 这个死川贵人一点都不提亮我赚钱很辛苦 多亏我这么疼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绝对是个好消息 跟中美贸易战有关 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 那就是中美警方合作联手 破获了芬太尼的这个毒品答案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在中国出口非法芬太尼 到美国的九名嫌犯 被判了重刑的画面 这个中国警察真的辛苦啊 这抓完了嫌犯呢 嫌犯被宣判的时候大家还要排排坐 大家手还要摆同一个姿势啊 这当然是中国表示要对此案的重视嘛 那宣判后中方还大张旗鼓了 开了个记者会 中方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固越来越严格 美国内芬太尼类物质滥用死亡人数 不价反生 这表明美国的八篇类物质危机 与中国的关联度不高 对嘛 这才讲到重点 川普对美国国内滥用非法药品芬太尼的问题 一直都认为中国要负责任 说美国流窜大量非法芬太尼大多来自中国 而且为了要中国加强管制 川普还将芬太尼问题跟贸易战挂了钩 一并要中国提出解决的方案来 虽然这就像你头痛去看医生 硬要医生顺便看你的脚趾痛 还跟医生说光治好头痛没用 如果脚趾没看好我就不付钱 这看起来很不合理 但跟川贵人计较合不合理 是计较得完吗 所以中国这一次基本上就是 好啦好啦我们配合全力扫荡 你看这可不是破了个大案吗 主谋者都还给判了个死刑呢 但美国这两年为了解决 这个非法滥用药物的问题呢 的确是出现了一线曙光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美国因为用药过度死亡的人数 在2018年死亡人数 比2017年少了5% 听起来好像很少 这可是10年来这个数字 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这跟我看我的体重是一样的 10年来只有上升没有下降 现在一下子突然降了半公斤 这太高兴了 带我去大吃一顿 美国是没有去大吃一顿 但是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 副成长就这么高兴 但很多研究单位就认为 如果因为这样就认为 这个芬太尼问题已经有解 那就太天真了 因为芬太尼的问题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太多了 在讨论如何有效打击芬太尼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芬太尼 传统的毒品像是鸦片 马菲或是海洛因 它的成分都是从因素花来的 对这么美的花应该拿来欣赏 而且用得对也省很好的药 带给我们人类一搞爱就变一样了 但是芬太尼不是 它是化学合成出来的药品 所以它不需要大片的因素花田来种植 在实验室里就可以做出来了 它有多毒呢 它的强度是海洛因的50倍 跟这个回文针一样种的芬太尼 就可以杀死500个人 而且制程也不是太复杂 只要是稍微有点化学专业训练的人 就可以很便宜地做出来 只是技术好的就做的纯度很高 那技术差的这个纯度就差很多了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是看影集这个绝命毒师学来的 我昨天一口气追了十集 我工作真的太认真了 现在在美国流畅的非法芬太尼 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墨西哥 一个是中国 但是墨西哥技术不行 做出来的纯度很差 通常不到百分之十 中国来的就不一样了 做出来的纯度至少百分之九十 所以说有时候连墨西哥毒销 都跟中国进口的 芬太尼因为纯度这么高 体积很小 所以运送非常容易 以前一公斤的海洛因 走私起来风险多高 但现在同等强度的毒品 我现在用这样一个 这个小瓶子 这个芬太尼就可以取代了 这个是我的眼药水 大家不要想太多 不是真的有像淘宝买来的 这样一个小瓶子 要进口美国太容易了 多容易呢 之前世界都在看 有介绍过这个暗黑网站 去订一下 他就会给你寄来了 美国这个NBC记者 做过一个实验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跟我上淘宝买东西的经验差不多啊 亲 双十一狂欢节 你50元红包领取了嘛 你订了以后 他也不是什么运毒小弟 偷偷摸摸跟你约 在巷子里面见面 一手交情 一手交货 人家不是说只收比特币了吗 收了比特币 他就给你用邮包寄来了 对 真的就像你买淘宝一样 你看到这一定也会觉得 真是太嚣张了 你这中国是怎么管的啊 中国也不是不想管 是没有能力管 中国的制药跟化学产业 在90年代快速成长 政府管这脚步根本跟不上 以2017年为例 美国主管的食药局 一年要做5000次的检查 中国食药局的人力只能做600次 中央无力管 那很多时候便落到地方政府来管啦 那地方政府很多时候是跟着赚黑钱 他怎么会给你好好管啊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黑心食品 这么多 毒奶粉啦 毒牙膏啦 毒玩具啦 连疫苗都能造假 中国政府明知道自己管制无力 给美国讲得很没面子 有时候就会反呛一声 老师兄我管得不好 不如我卖 那你不会叫你们自己人不要吃啊 这话有道理哦 我体重一直上升 我就跑去骂门口的这个鸡排妹 你们为什么把这个鸡排做这么好吃啊 又这么便宜 代客还这么亲切 害我明明是跟年前 还像用那个怀孕两个月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非吃不可呢 芬菜尼当初研发出来 就是拿来当止痛药的 所以通常呢 只有动手术跟癌症病人可以用 但美国药厂长期以来呢 就用各种黑心的行销手法来推销他们的止痛药 一直强调啊 这药有多强有多好 但对这个药呢 所造成的副作用 他就轻轻的带过 这让很多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强止痛药的病人 像是脚趾头痛 也觉得吃吃没关系嘛 有效耶 吃一吃呢 他就上瘾了 脚趾头不痛了之后呢 还是得吃 不然就全身痛 变成非吃不可 但是医生开药中的极限吧 等医生不开药单了 是不是只好去吃非法的呢 你说这个病人不知道药的可怕之处 那医生总该知道了吧 不要乱开嘛 那有的医生呢 的确是不知情 因为药厂连他们都骗 有的呢 则是收了药厂的好处 所以就拼命地开给病人吃 医生没办法把关 那美国政府是干什么吃的 这就问到重点了 美国药厂呢 为了不让政府管他们管太多 在过去十年花了250亿美金 在游说美国国会议员的身上 在旁边的Mitch McConnell 心里一定在骂脏话 因为收药厂好处的议员 在美国国会里面比比皆是 你干嘛挑我奖啊 在2017年 美国有90%的众议员 收过药厂的政治现金 100位参议员里面 只有三位没有收过药厂里的政治现金 药厂平均有两名游说人员 来紧盯一个议员 让他们不会通过对药厂不利的法案 或检查的规则 这让药厂在国会呼风唤雨 每一次有团体提出要管制止痛药 他们就马上跳出来说 你们这样违反了人民 拿到评止痛药的权益 在2007到2017年间 药厂花了7亿4千万美金游说国会 不在止痛药的贩卖上做限制 连郑郑友词在骂这些国会议员收钱的川普 在骂的时候是不是也忘了 他的就职典礼最大了三个赞助产业 就是烟草 石油跟药厂 药厂光那个就职典礼就出了100万美金 接下来是动眼看真 我们马上回来